哈姓蘇卡工作八百種 最近北京上來就一堆丹青的兄妹 為了兼輕處來經濟負擔 自己騎機車到自己配搭兩兵 開始了年新第一次到主做生意 來來看看好幾個吉蘭兵 都是總口外 我們是吉蘭兵現在買三送一 我們想回來北港就是找工作 可是北港的工作比較難找 然後我們想說既然這裡有這麼好的資源 就是二級古蹟的那個朝天宮廟 然後我們就來這裡賣看看雞蛋餅這樣 所以就看可不可以抽一點學費 然後讓家裡減輕一點負擔 看這個暑假可不可以賺到十萬塊 前一次做生意 他所說的雄生、哈姓、哈姓、姨妹妹 沒等於幾個吉蘭兵就開始叫賣 為了勤人客 雄生、哈姓、姨妹妹 也當老金色的可愛紅子 這些都是我妹妹的創作 像這個我們牛奶口味 我們就做一隻小雞 然後巧克力口味就做巧克力的那種小雞顏色這樣 然後一共有四種口味 然後再加一隻大母雞 等於就是大母雞生出這隻雞蛋冰出來這樣 這樣對小朋友來說也比較有吸引力 雞生,哈姓、非特本學會不驚風吹歪曉 粪廣經紀錄一天早上的地方賣賣 跟Sm pests重金吃十六雞 雖然辛苦他們一樣的會針車賣 是那通賣酒賣付近的店家賣了 哪有什麼口味? 那個...梅子 兩個梅子 兩個巧克力 還要爆料金錢浪 不用 我們是快點在我們對面 阿然後還覺得還蠻好吃的阿 對啊,小孩子啊,要哭啦啦 要給機會,要給機會齁 而且這麼大熱帖還來賣 也好煮啊 我怎麼有家人,有家人,有家人 吃得不錯啦,大家都來 教官,加油,這不錯啦 生意 有時候不是很好 可是最近三天來 算是都還蠻不錯的 大概一天 可以賣個兩百克,三百克 尤森兄妹要用叫賣 先讓大家看到年輕人 努力打拼的生意,要用行動 向大家表現他們對未來期待 歡迎大家來北港吃雞蛋冰喔 好吃的雞蛋冰 記者李嘉山,藏布道